健身风气的兴起而疫情趋缓之后 国内外的赛事也陆续的举办了 日前在彰化县所举办的 彰化县议长杯全国健美锦标赛事 来自花莲的肌肉工厂健身房 代表花莲县参赛 一共获得了13个奖项的肯定 包括了两面金牌、三面银牌、两面铜牌 以及团体奖项的第二名 为花莲拿下了好成绩 111年彰化县一掌杯全国健美健身锦标赛 在200多位运动员激烈竞争之下 9月19日画下完美据点 而在花莲致力推广健美运动的肌肉工厂馆长敲江中原 也带领近10位选手组队参加赛事并获得佳击 其中不乏花莲职业军人也来参加赛事 还拿下男子新秀型体166公分第一名 和男子传统健美60公斤第二名 准备这一次比赛 从备赛一直到比赛 大概准备了半年 那高强度训练 然后搭配一些比较无调味的饮食 比较一些枯燥乏味的饮食 然后在每一天的高强度训练完之后 还要搭配有氧 因为要减脂 减脂其实也是很困难的 因为我本身职业是军人 你知道军人的任务就是要留守 要战备 然后还要战绍 其实对于我备赛备餐训练对我来说是有很大的振爱 真的是有非常大的问题 但是因为我很清楚我的目标 我目标就设立了 我想要赢下比赛 我不想输 所以把目标定定好 我觉得这个当成为选手呢 是一件非常非常辛苦 但是却也很热血 很有趣的一件事情 那在你人生的经验里面 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经验 那对于教练来讲的话呢 定期的去参加比赛 也是一个很好去定位自己 然后看看自己跟别人的实力差距 到底在哪里 去定位自己实力的一个很棒的一个选择 我们很开心也很感谢 花莲縣体育会理事长汪景德 在他的率领之下 我们花莲縣肌肉工厂健身房战队 一共获得了13个奖牌 然后里面包含了两面金牌 三面银牌 还有两面铜牌的好成绩 在团体奖我们更获得了第二名 我们会继续努力培育选手 为花莲真光 顺便宣导健康运动正确的观念 推动全民健身 让整个台湾人都动起来更健康 花莲縣肌肉工厂健身房战队 这次在赛事一共获得13个奖项 包含两面金牌 三面银牌 两面铜牌 以及全场团体组第二名 嘉江忠源表示 未来会持续推动全民健身运动风气 同时努力培育花莲潜力好手 继续为花莲争光 记者长邦远华理事报导